董总第三十三届复选结果出炉 原任熟理主席拿督陈有信 获选新任董总中央委员会主席 他在发布会上表示 会带领新的领导层 继续为华教贡献并带来新的突破 至于缺席复选大会的前主席陈大锦 则获选为副主席 今天共有23名中央委员会出席复选会议 成绩也在一个小时后正式出炉 原任熟理主席拿督陈有信 成功当选新任董总中央委员会主席 他较后在发布会上表示 这一次的选举是以过去的表现 和董总的立场及大蓝图为异归 希望新的领导层可以在他的带领下 达成两大目标 进取就是在原有的成绩里面 再一次的提升 开拓就是希望有一些新的领域 在新的客观情况底下 我们能够突破一些为了华文教育 应该要突破 特别是要与时俱进 陈有信说 董总是一个传宠文化教育 及弘扬中华文化的教育团体 他们的力量来自于华社的支持 因此 董总一直强调团队精神 以及集体领导 另外 董总将会在7月27号 进行第一次中委会大会 到时将委任四位常务委员 中委 华小及独中的发展理事会 陈有信也表示 8月3号是董总70周年庆 到时会举办一系列活动 这也是新领导层上任后的首要人物 另外针对董总前主席 陈大景宣布不寻求连任主席一职 并声称指遭受抹黑造谣 陈有信直言 在组织选举中出现抹黑事件 是一个不健康的现象 不过 他也很高兴陈大景愿意担任 柔佛州代表及副主席职位 我们的前任主席 他还是接受柔佛州 选他做代表 那么今天他虽然没有到 不过从选举的结果 大家也看得到 我们是肯定他的贡献 最后陈有信说 选举后希望所有委员 都可以归队 为了华文教育 大家应该团结一致 马兴社电视实习记者 贝维峰采访报道